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历经在马好的16年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在马市长任内 牵涉被认为涉及的多级的弊案 民众会想的是 台北市民 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台北市长 市长的操守真的不重要吗 但是要公布这一份民调当中 似乎所显示是柯文哲 不管他PK是蒋万安 还是PK丁守中 他依然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民嘴曾经去做预估的是 如果DPP民进党自己在首都也提名的话 恐怕柯文哲最后被挤压 剩下10万到15万票 但是这份民调所接触的是 民进党一旦提名的话 他还是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所以10万到15万 跟实际未来反映 在2018的首都状况 是不是有落差呢 等一下 从这个数字当中我们来看 这是柯文哲过去施政三年当中 他的科P模式是市民所要的吗 所以才会这样的解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知道说台北市民 到底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台北市长 从马英九的八年所涉及到的 多起的一个非常争议性的案件 一直到好龙斌 现在美丽岛电子报 在这12月11号一直到12号 他们所做的民调当中 我开框当中让你来看 我们看到这是美丽岛电子报 在这个月份的11号到12号 等于是在几天之前 完成1069份的有效样本当中 请问底下几位公众人物有没有好感呢 赢得好感的第一名 那排列出来的是柯文哲47.7 当然他这是一个列举出来 现在在当下有可能会挑战柯文哲的几个人物 那么其次我们看到蒋万安39.9 接下来我们看到姚文志的部分 还有丁守中丁守中的部分好感度其实也不错 好其次在问到我们看PK的部分 当我们看到柯文哲在寻求连任当中 国民党如果是蒋万安 我们看到如果适不适合担任台北市长的部分呢 这个PK的部分呢 如果是四个人 四个人就呈现非常微妙 四个人角逐状况底下呢 柯文哲50.6 丁守中41.8 四个人角逐 丁守中还南瓜的41.8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问卷呈现这样的状况是比较开放性的 所以我们看到下一个问题 我们看PK也许更精准一下未来的变化 PK如果问到柯文哲跟蒋万安的部分 柯文哲依然是领先 那么蒋万安的部分也许领先大约有16个百分点 但是当柯文哲跟丁守中PK时 那丁守中落后柯文哲的部分大约是有13个百分点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为止啊 那柯文哲依然面对国民党这两个强暴是领先 下一个问题当中 民进党如果党中央确定争承的是姚文哲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姚文哲不管对上国民党丁守中 还是蒋万安 这个时候的选举的结果呢 都是柯文哲还是压倒性的胜利 未必烈收到的将来 从作新的梦 中文哲正月